吴尼娜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你来关心 台湾东部在防减灾教育方面 具指标性并且重要的年度盛事 由农业以及花莲县政府联合主办 112年度任性花莲永续防灾教育生根的研讨会 并且在花莲的慈济文化园区 静思堂国际会议厅隆重登场 那么县长徐真卫特地出席 来听取专家学者 在教育环境以及防灾的知识传授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副署长王静伦表示 花莲县市灾难预防性疏散 做的最好的形势之一 感谢花莲县政府与各乡正式供水的用心 以及努力 将花莲县最常见的复合式灾难预防 以及应变做的最好 新南徐真卫表示 花莲县线今年有171条潜似溪流 花莲县政府在台风大雨来临之前 为了顾及乡亲的生命产的安全 针对土石流红色警戒区域的保全户 强制撤离 每次将撤离超过2000名老弱乡亲 动员工作相当的浩大 我们的预警红色就撤离 我们每一次撤离都要撤离 2000多人 当然有一些是医亲 有一些是到我们的送荣所 那现在在整个洪防警戒区的 或者是大公大区的 其实现在要住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所以真的倍感辛苦 我们每次看到我们也是觉得哇 又要劳驾老人家 离开家到收容所去 又睡得不好 然后又要在那边一天两天的等待 等待红色警戒解除 等待红色警戒 让大家都能够 雨室能够降雨室能够缓和 而且停下来再观察河川的水势 哇 真的是 所以只要台风大雨 有没有进来 我们都担心 我们都担心 所以花里有171条浅石溪流 五个大风大雪 瑞瑞玉礼复礼着息 五个大风大雪 这就是我们 我们都非常谨慎 讲座邀请国内场观学界 在环境教育以及防减灾方面 具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 研究讲题面向 涉及花冬地震的研究调查 现况以及审视 波地灾害与水度保持 积水区不安定杀防灾策略 跨使空谣测卫星与赖防灾机器人对话 慈悲科技的发展以及应用等等 接口花联现灾害特性 在地产业以及在地学校 使研讨会讲座内容更加在地化 让与会人员能够修以致用 记得就关华作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